这是发生在高速服务区旁的一件怪事 伴随着雷鸣巨响 一个无底黑洞被掀开了天灵盖 操作员来不及开着挖机便落荒而逃 黑洞内部究竟是何模样 收到相关部门邀请 我们决定利用绳索技术彻查此洞 揭秘坑底谜团拍摄不易 感谢您的支持 当地老人传说这个坑深不见底 我们现在投石问路 可以看到这周边没有布绳索 说明下面是绝对不可能有人的 丢个石头看一下 我的天哪 差不多5秒多 140 50米可能有 开线前缝在寻找这个下降的某点 必须找非常结实的延坑 感觉有阴风吹出来 现在我正在利用安全装备进行下降 从原始锚点下降到起始锚点 这时候已经能看到坑底的第二平台了 我们继续下降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现在我正在下降第二段 下面有一些生活垃圾 这一段下去差不多有20来米 能看到刨哥那里 这是典型的一个双子天坑 像是一个气坑洞 下降到了第二平台 可以看到这下面好多生活垃圾 这原本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秘境 自从挖开了这个坑口 下面就被垃圾给污染了 感觉还是非常的痛心的 大家不要见到一个坑就把垃圾往里面丢嘛 我们现在也有垃圾桶了 这些是不是 垃圾集中处理 这个会污染地下的水系 我们继续下降吧 刨哥现在已经开到那个裂缝当中去了 追上了刨哥 它后面就是一个无底黑洞 这是典型的一个水溶型 充施型的裂缝 是一个刺身洞道 这个竖井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下面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干净的 就这个平台这里有很多生化垃圾 据说这填了几十万方的土石方都没有把它填满 有可能下面就是连通的地下暗盒 我们的操作都在有安全装备的保护下进行的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好了 我们继续下降吧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上了安全神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保护站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刨哥再继续开箭 这里一绳到底差不多是七八层的距离 做了三个点 待会上来的时候好分段上升 我们现在继续下降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这就是八十米的竖井 这样从上往下望就是这种感觉 特别漂亮 跑哥在下面打个光 哇塞 太漂亮了 我现在做好的保护 是非常安全的在进行拍摄 继续下降 经过连续一百多米的成像 现在已经成功到了这个竖井的底部 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遍地都是生活垃圾 这下面差不多是一个几十个平方的这样一个 穿塌口 就上面两个洞是连在一起的 哇塞 是刀靴般的绝壁 但目前这个下面 好像是没有发现别的洞道 这就是一个地下竖井 它有可能在地质的氧化当中 它那个上面封了盖子 哇不过这非常的震撼 这个石壁上面有很多这个石葡萄 这个是由于地下水在这里形成瀑布 它那个飞溅水呢 在这个石壁上面沉积 一层一层的沉积 最后就形成了这种 像葡萄像南瓜一样的沉积物 我们这里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壮观的 可以看到那个阳光 照着那个石壁上面 有一种钉打耳光的感觉 这是这个下面的垃圾 让人看到特别的心寒 特别的心痛 说实话我们垃圾当地的相关部门 都设立这个垃圾站 或者是垃圾桶 要集中的去丢弃 不要遇到一个山洞 遇到这种天坑就往里面丢 因为这种天坑下面的水 它是连通的地下水系 我们周而复始 在山里面接到山泉水 也是来自于这种树井 天坑溶洞下面的银河 这个对地下生态 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你看一个马桑 这个马桑都是白色的 这是羊对吧 这是马桑树 马桑树的就是 马桑树 马桑树 有可能下面的洞道 是当年填土石方 所以就把下面的洞道给填起来了 应该也不会太深 现在跑哥正在上升 下这种天坑了之后 我们是布了这个线 这个线是可以上升 可以下降的 我们必须是沿着这个绳索 继续往上爬 一步一步的 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点赞 这块山冠哥也在向上爬 在后面收线 山冠哥正在向上爬 我依然是在后面收线 然后可以爬出这个坑口了 总深度差不多是130-140米 周围是有水 侵蚀成刀靴般的绝壁 成螺旋下降的这样一个树井 下面有很多生活垃圾 在此呼吁当地人 不要往这个里面丢垃圾 也不要信一些迷信 也不要信一些迷信传说 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怪声 就是有龙这些 这不要用来吓小孩子 实际上这个里面 就是因为涨洪水的时候 地下岸河在进入狭窄的裂缝 水在冲击岩壁的时候 发出的这个回响 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 拜拜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